嗯嗯嗯嗯嗯嗯 關掉關掉 你那毛聽一聽就好了 奇怪 好了 我們今天又要拆解 Dyson這個吹風機 它一開始拿來的現象 搬上去的時候 它只亮燈 兩邊的燈亮起來 又跑回去 然後沒有任何的動作 那不會轉 也都沒有聲音 怎麼按都沒有動作 那所以我的朋友就不請我 幫他確認一下 因為原廠報價維修要9000塊 網路上的玩家 報價是5000塊 那到底是壞了什麼東西 我們也不知道 就先把它拆起來看看 那因為它的保固 兩年已經過保了 那今天我們就是要來講一下說 它 嗯 怎麼拆解 那我們先準備的工具就是 這個小米的 精密螺絲旗子組 就已經很夠用了 那這個是跟我同事接的 那很厲害就是 不會掉下來 整個都吸在上面 然後再準備一塊布 那我一開始是用這個小的螺絲旗子 把這個撬開 那撬開難免會受損嘛 因為這個是屬於用攪水下去黏的 所以我建議就是用一塊布 把工具夾在裡面 然後再下去 撬開 那這個是我已經維修過了 所以這個按鈕是已經被我撬開過了 撬開的樣子是這樣子 OK 然後 上次是清到這邊而已 我發現 這裡面的還是都有狗毛 因為我朋友有養幾隻狗 狗毛是從這邊跑進去 然後卡在馬達 但是我馬達清完了之後 它就會轉 可是我發現說 這邊 這裡面還是都有狗毛 所以我乾脆就 直接把它全部清一清好了 這個安裝的順序 其實還蠻重要的 你順序一錯誤的話 全部都要重來 六跟八的星星形狀 我自己把它拿出來 六的先裝 把這邊拆掉 這底下有兩顆螺絲 這個比較順序 好 這邊還有一顆螺絲 OK 長度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把它放一起 就可以順利的把它滑下來 OK 滑下來了 滑下來之後 這個棉花 這個隔熱棉把它拿掉 然後接下來 上面還是有六的 這樣 這三根螺絲比較短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是換八號的 八的我們就是拆 這邊有一顆螺絲 這邊這個位置 有顆螺絲 它還蠻緊蠻長的喔 所以你工具還是要拿好 不然一滑牙的話 螺絲跟工具 對我可能會壞掉 這一顆蠻緊的 因為它很長 好 拆掉了 那麼長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把這個 All-in 我是建議把它 往下拉好了 OK 拆開了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 把上面這邊也拆掉 所以建議把這些電線 馬達的電線拔掉 好 這是它馬達本體 那這裡面的狗毛 我都已經清過了 網路上是教的時候 從這邊 直接插進去拔開 就覺得 我們還是用比較便宜的螺絲旗子 包著一塊布 好 慢慢的 因為這個是精品 精品不能受傷 不介意我用腳槽 插一下吧 插到手 插到手 好 拆開了 剛剛敲了老半天 敲到這邊有點化掉了 其實不用敲 一個小訣竅 手指頭插進去裡面 這樣一拉 看就出來了 所以完全不用翹 然後裡面就是這麼髒 就這樣 這樣好 然後它是靠著四邊 一二三四 做一個支撐固定 這個真是大考驗啊 一隻一萬多塊的東西 然後因為卡了這些髒東西 讓它不能運轉 為什麼設計成這樣子 它搞到這樣子 讓一些消費大眾 不能自己去清潔 那... 那是怎樣 引派起的尊都說 這一萬多塊的東西 把它當成 拋棄式的吹風機在使用嗎 嗯... 網路上沒有介紹得很清楚 接下來要用幾號的下去拆呢 我... 我... 看起來好像不用拆螺絲耶 我們把它撬看看 網路上根本沒有交到這一塊啊 原來這個蓋子是可以拆開的 拆開了之後裡面有四根螺絲 更小顆的 嗯... 五號的 為什麼要這麼多尺寸啊 嗯... 四顆五號的小螺絲 好... 蓋子就起來了 我發現再拆下去 我可能會回不去喔 真的... 趁它還會轉 我真的要繼續往下拆嗎 我覺得用AR槓吹一吹就好了 再下去應該會讓我拆壞很多東西 好... 先這樣子吧 今天... 不管再拆了 今天已經把它拆起來了 它拆的手法 其實... 當初不知道怎麼拆 網路上也找不到相關的資料 所以都在挖不著 撬到這邊都有一些傷痕 今天說明一下 後面的話你... 蓋子拔起來之後就不要去理它啦 你從前面這邊... 出風口齁... 你怎麼壓都壓不進去 你怎麼拆都拆不進去 所以... 你要拿東西插進去裡面做旋轉 開了你就可以把它往後推了 那旋轉的時候 這邊也會跟著轉 這邊也會跟著轉 它... 這一個... 跟這一個... 卡榫是互相... 互相干涉的 轉過去之後... 它就可以拔出來了 這邊的線啊... 跟這一顆是... 有串在一起的 所以... 你... 拉出來的話... 這個線也要跟得出來 不是很好弄啦... 那我是... 想要清一下而已 所以拉到這樣的程度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再一直往外拉了 那裡面的一些... 毛髮都已經清掉了 那我們現在開始組裝回去吧 其實還有一些毛 這個都有高壓的... 紅青下去轉了 轉得很清晰啊 網路上找到的資料 都是一些破壞性的拆解 所以根本... 沒有一個... 實際在教人怎麼拆解的流程 所以我們就來吸一下 好可以沒聽壞了 我們來檢查一下 看剛剛... 但是昨天在拆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線脫落 現在轉移圈看起來呢... 大概是這一條 這一條掉下來而已 好... 我們就把這一條線 插回去這個位置 糗了 這一條線好像是端子的 這樣子 都可以買到的 那當然讓這條線 可以做的 可以做的嗎 可以做的嗎 每個地方都可以做的 可以做了嗎 可以做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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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小細巧 這個可以插進去這樣子轉 這個沒裝 轉一下它就開了 那個很裡面耶 就是都這樣子啦 7 7 開是這樣子 就是你開東西逆時鐘 鎖是這樣子 那我們先把它塞進去 成功 成功 好了我們裝回去了 這真的沒事不要亂拆 拆起來應該要很多人會裝不回去 然後確認一下這個線頭 要出來耶馬達的線兩條 然後開關 HIT再PASS間 我們蓋子準備要蓋上了 然後確認一下這個按鈕的位置有沒有對到 然後它的卡榫 那基本上沒有對準的話是蓋不下去的 OK 有按鈕的感覺 那我們昨天沒有教到什麼拆 拆的部分 我剛一開始就從這邊敲 那其實它是拇指伸進去 往外拉 就拉得出來了 好 開始來組裝吧 這邊的話其實你就是怎麼拆 就是怎麼裝 我還要再回想一下 我是怎麼拆的 這個應該是 後面才裝 應該是還有這個按鈕先裝 我做水電呢 叫我來修理吹風機 對不對 我水電工 這比較油爛的東西 叫我來 我會修理AutoBi 連這個也要回修理 我靠呀 這個位置對了就下去了 然後線是跑在旁邊 來 白線是在左邊的喔 它XX空間真的是很小了 真的是不好裝啊 真的是死一死人啊 這東西 再閒往15樓啦 不是 我是我這個粗魯的人 OK OK 然後小螺絲 4根 5號的 金朗砂 金朗砂 小到手指頭不進去了 OK 開關裝好了 白線在右邊 黑線在左邊 這是耐熱貼紙 各位不要隨便去拿個膠帶就把它貼上去了 這個把它扣上去 然後 接下來就是裝我們 這個馬達今天用那個高壓的風箱清過了 所以非常的乾淨 這個是有方向性的喔 所以你就照著你地流感的方向性裝吧 放下去 這裡有一個接頭 查下去 喔 再想一下哪裡沒裝 再想一下 每次都缺東缺西的 想清楚一下 喔 這個也要上去 這個 這個一定要上去 這個箭頭是朝下的 是是朝上 好 來 喔 有嗎 這樣把它倒上去 燈一開馬上就燒掉了 真的還沒有把握 真的還沒有把握 有耶 這轉耶 好 我們完工了 那完工了才發現說 多了一個橡皮圈 好 來 咬仔 它是在好拆的位置 我也是推測的 它應該是在這邊 喔 到後了 它可以開嗎 它可以開嗎 OK OK Felvet 開電了喔 嗚嗚 我們工具用到兩隻 T8跟T6 這兩個 信號 我就建議啊 它這個網子其實 非常小的灰塵會跑進去 我覺得這個合理 但是毛會跑進去 就不是很合理 因為它這個洞那麼小 那就加上說我們拆過之後 這些膠條跟氣密度不是很好 所以我建議啊 外面再蓋一層這個 那把它鏟住 那其實它的孔徑是比較大的一個濾網 那這個濾網的話 它有一個厚度 所以其實對它的一個風量啊 不會有很大的影響 然後你可以定期把它拆起來做清潔 好的 我們把簡單的這個濾網做好了 只要兩根釘書針 把它釘起來 對 但是 那已經不夠了 是 最下 room 你可以磨擦嗎 你 有